你不认识交这两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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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她给交死了 爸 别的也交一下 你别老指挥了 我都不知道该交哪个了 来 来 你这个 你这个 来 来 陪你 陪你那就好 这样吧 对 少量多餐 哥 你来啦 爸 您找我 博尔告诉我说 上海这个项目 你否了设计院的设计图 还说是我的命令 是吧 爸 我跟您商量过了 您也同意了 得了吧 哥 我可是问过爸的 你这叫假传圣旨 要不是我机灵啊 过来问一嘴 陈领生得被冤枉死 我可没胡说 爸 您忘了 我们当时一致认为 陈领生认识博尔的动机不纯 所以我们决定不再用它 而且它的设计 确实不怎么样 你什么时候跟我商量过 你说这陈领生呢 让他自己有才华 有点小成绩 就欺负博尔 这人不能用 爸 你跟我想到一起去了 而且我认为 这次陈领生的方案 并不出色 所以我建议 这次安排他出去 听你的 这事你看他办吧 这可太好了 本来那个陈领生啊 就配不上博尔 哎呀 一博尔的形子 只要不见面 过几天他就忘了 老师说得没错 这事你看他办 啊 只有一点 别让博尔 不要受委屈了啊 不是 那 你真当我老胡说 爸 我告诉你啊 事情啊 一码归一码 陈领生 人品怎么样 有待考察 但上海的项目 你得给我严格执行 博尔已经把设计院的设计图 给我看过了 虽然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 但也比你选的那一家 不知道强多少倍 我答应博尔啊 给设计院再一次投稿的机会 爸您不能 还要说吗 您是忘了吧 我忘了还是你忘了 阿姨 爸和我哥 阿姨也在 阿姨您说 那天正好我跟爸 商量陈领生的事的时候 您也在 您帮我说说 江村 你爸说没有 就是没有 别惹你爸生气啊 就是啊 哥 陈领生怎么惹你了 你这么看不上他 而且再说了 爸已经明确给出 要给陈领生一次机会 你这么做什么意思啊 我这是为谁啊 对 你是为了我好 如果你要是真想为了我好的话 你就不要再参与我 跟陈领生的事情了 不求你能帮我 不回我就不错了 行 以后如果陈领生 再出什么事 你不要再拿绝食 来威胁别人 可以吗 哎呀 哥 这 伯儿 你绝食啊 没有 爸 我跟哥开玩笑呢 闹着玩的 哎呀 对呀 伯儿这个脾气 他就是开玩笑 伯儿 以后不许这样闹了啊 嗯 知道了吧 你快喝药吧 正真 这事就照我刚刚说那个办 啊 以后不要拿我当枪使了 你爸 你爸 快扶你爸坐下 快 嗯 你说 明明是他自己说的 才又不承认 现在坏人都是我做了 是吧 我不知道爸到底是怎么了 哎呀 你先别生气了 老爷子记性虽然是差了点 可是在公司的事情上 他从来都没错过 你说他这次到底是怎么了 这安阿姨也真是的 真是奇了怪了 不管说什么他都听 哎哎哎哎 那也不能怪安阿姨 安阿姨是老爷子请过来的 老爷子现在身体 都靠他照顾着呢 你说他不听老爷子的 难不成听你的 我是理解安阿姨的 不过我确实不理解爸 你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哎 你说你啊 一个老婆 一个老婆 这一个比一个反复无常 你说你上辈子 是不是欠他们的事 你小烦我 我告诉你 对你睡好 睡会儿 好 你的那两个外甥 已经住进新生病毒病房了 我还跟七专人打好了招呼 他会尽快安排专家会诊的 太好了 谢谢你啊 小雅 因为你在我就放心了 我也就看在孩子份上 要是你那个姐姐啊 我还真不想管 知道了 哎 宋太太 哎呀 这么巧啊 我是带我们在老二 过来做个检查 顺便啊 我也做个检查 哎 你呢 江太太 嗯 我是来做个身体立心检查 这是我朋友 我是萧雅 是秦音速朋友 哎 您好 不好意思啊 宋太太 我们还有点急事 就先走了 改天约您喝茶 嗯 哎 你拉我出来干吗 我还上班呢我 哎呀 你别跟他说那么多 万一江苏回去问 你是谁 我怎么解释啊 哎呦 秦音速难道 还没有江苏不认识的朋友了 瞧你这种胆子 哎呀 我不是快解释麻烦吗 哎 对了 那个 你让我做的 药物检测报告出来了 给 我跟你说 你给我的保健品里面 的确还有 避孕药的成分 而且还是最新型的那种 我劝你啊 趁早离开江家 这江家都什么人啊 真下得去手 这是叫江家无后啊 我不跟你说了 我上班去了啊 月子 ня 他说 下次再见 sandbox 游戏 你们俯队 你东西 你这担心是对的 干什么呢 你先把车开回去吧 你怎么在这儿 你坐车来吧 怎么不开车啊 我喜欢走路啊 走路不行啊 那正好 我也是想走路 吐吐气 走吧 走了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下班啊 开始关心我工作了 我就是好奇 我今天看到一个人 特别像你 是吗 我今天去了一个 本不该去的地方 你紧张什么 你去哪儿了 你是不是 有什么秘密瞒着我 我 我 我能有什么事 瞒着你啊 我真没有 看把你吓的 跟你开玩笑的 走吧 好 我呀 今天去我爸那儿了 结果弄得不太开心 我本来想跟你开个玩笑 乐呵乐呵 看来这个玩笑并不好笑 我 其实呢 老人家和小孩是一样的 脾气来得快 去得也快 你别往心里去 你改天买一点爸喜欢的东西 去看看他 肯定就没事了 好主意 你要知道 爸呀 有时候见到你 什么脾气都没了 快都跟我一块去 那没问题 什么 走 没事没事 走了 我可算找到你了 你说你还没出月子呢 不能随便下地 我不看见他们 我心里不踏实 这回呀 多亏了货值 咱们才能办住院 可这药费还差得老远呢 这黄家闻 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你就先帮我恋人吧 回头我再跟黄家闻计算 这个黄家闻 之前说卖了车卖了房子 都会给我保住孩子 现在倒好 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早知道我从姜家出来的时候 就觉得他在家里 就多带着手势了 行了 怎么样啊 别提了 这产后四十二天的检查 根本就是骗人的 连毕超都没给我做 就说我恢复得不错 我排了三个小时 就这么大发了 那怎么办呀 这样吧 我可以找个人帮你刮个号 再查一个笔钞 算了 算了 要不是现在是特殊时期 我用得着在公立医院 跟他们接 姐 你看 你现在月子也出了 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 跟姜跟讲孩子的事啊 孩子现在还那么小 我当然要让他们长大一点 再说了 我不想他们回姜家手机 我觉得你应该回姜家了 然后把孩子的事 跟姜村说 毕竟孩子的治疗费 也不是一笔小数 这笔钱他们应该出啊 钱我有 不用姜家出 我可不想现在让孩子 回姜家受气 可我觉得 我觉得姜村不是一个 不要自己孩子的人 你了解他 还是我了解他 我现在不会回姜家的 就算回去 我也要风风光光地回去 他们求着我回去 好吧 那我也不勉强你 你自己想想看吧 就是我觉得 这样下去真的不是办法 我知道了 你自己想的 你该怎么会 我去看你 你自己想的 我说你不是 你自己想的 你自己想的 好 快看 英素 是我 马杰 英素 你可真是吓死我了 我这个以前怎么没看到啊 这是你们去红岛的时候啊 先生让我把几套装备啊 放在你房间里的 说是要给你个惊喜 英素 现在先生对你 那可真是用心哪 以前啊 你总是缠着先生能教你 他都不教你 现在他却主动要教你 高兴了吧 先生啊 真是有眼光 英素 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啊 我觉得吧 这是件好事 你呀 可以趁这个时候 跟先生和好 天天美美地过日子 再生两个孩子 多幸福啊 你觉得 先生是在跟我示好 那当然了 先生啊 跟以前 那可真是不一样了 有没有 你那么狂就 你没有真是几套 有什么 也不能做 但是真是几套 你能做什么 我姐姐要做了 我说这会也做了 你不会吧 我也不受了 那会没看过 你怎么做 你们既然没有 什么时候 你吃了 我说你 你真是 你没看我 你最近是 难倒不孝 你干什么呢 自己选择 再往永远要走完 老金啊 给他再倒上一杯果汁 不用给我倒果汁了 我喝果汁胃酸 我怎么行了 还剩我气呢 你的话水比这果汁酸 我哪敢生你的气啊 反正这个公司 都是你说了算 不管是我的意思 还是爸的意思 都没有用 我不是怕你 被人骗了吗 我没骗你 爸真的跟我说 打住 哥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拿这事压我 反正爸已经说了 要再给陈领生一次机会 这次要是你再不同意的话 那我就真的以为 你就是跟我接对了 这个 这是你送的吗 我都给忘了 这是我去淋水之前买的 喜欢吗 谢谢 秦英素 你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厉害 想怎么利用我哥 就怎么利用我哥 把我哥吃得死死的 利用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跟别人交往 就是别人利用我 你们俩熊恩爱 就是真情真义的 好吧 说错什么了吗 没说错 不用理他 坐吧 去哪儿这是 去死 熊孩子 你还没像 为何 双双啊 出来玩啊 我江大小姐有点出山了 老地方 帅爷喝酒开心呗 你要跟你男朋友 吃烛光晚餐啊 是杰吗 是我呀 江伯儿 出来玩啊 你的女朋友的妈妈来了 好吧好吧 那你就好好表现吧 争取当个合格的女婿 你怎么不说你大姨妈来 李昂 好久都没听见你的声音了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 不给我打电话呀 一起出来聚聚呗 国际长途 好吧 祖国人民会想念你的 一帮重色轻友的家 这么多的女儿 也怕她明天 你这么多的女儿 这是艺恐怖的 我的原型 都不能装着 你自己随着 你或许战 我怎么呀 你吓死我了 郭姐 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怎么 我把这个树八角 给别人打理 我就不能来了 我还是这个老板啊 来 今天我高兴 走 我请你喝酒 可我跟他朋友约好 一起去看我一场的电影 这时间要来不及了 要不我先 走吧 咱们下次啊 约会有什么好趣的 午夜店也有什么可看的 男朋友没了 还可以再找新的吗 我让你留下 你就留下来 怎么 不听你老板的话 难道你想被解雇啊 好吧 反正离开场还有点时间 想当初 追我的人 那是人山人海啊 我只要这么一挥手 追我的人 能从那火车站 排到市中心你行吗 陈领生算是个什么东西啊 不就是一个小破职员吗 跟我装什么高风凉气 我告诉你啊 前车之间 这个男人啊 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对对对 您说得都对 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江太太 江小姐喝多了 对啊 我还有急事呢 行 您快来看看吧 我等您 好嘞好嘞 陈领生 你以为老娘 没有你的喜欢 就没人要了是吗 我告诉你 老娘看上您 那是你的福气 喜欢老娘的人 一卡车一卡车啊 不对 是一火车一火车的 你以为 你 谁呀 谁牵我手机 你谁呀 你骂了八个小时了 我电话都挂了八个小时了 你不累吗 走 我送你回家 好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跟我 跟我想象中的 一样呢 我对不起你还不行吗 你就当自己踩到屎了 睡一觉 把我忘了吗 我不 我不怕你忘了 你 你为什么 就跟现实中一样坏呢 你就不能 骗一骗我 哄一哄我吗 你就不能跟我 说得也好听的吗 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走开 我不想跟你去 走开 没什么 走吧 没有 来 来 慢点啊 你 走开 走开 庆祝姐 要不我还是留下来 帮你们打扫吧 不用了 这儿有我们俩就够了 你赶快跟男朋友看电影去吧 那要是博儿姐问起来 她刚打电话了 说在朋友家 快去吧 江太太真是好人 那我先走了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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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喝 再给我来 一 一扎 一扎啤酒 陈理生 你大坏的 你大坏的 江伯儿 江伯儿 我该拿你怎么摆 那一扎啤酒 你还要喝 让人在胸心里面 我看来 爱你不远 怎么了 这么不小心 没事 就是手滑了一下 没事吧 没事 别管了 东西我来刷 你哪会啊 你怎么会这些家伙 我在英国勤工俭学的时候 专门在酒吧里面 刷过盘子 我不是吹牛啊 当时人称 刷盘小农手 你信吗 你什么条件 你还会勤工俭学吗 我才不信 谁都有落难的时候嘛 当时跟爸那矛盾 他把我的信用卡 给冻结了 所以这都是违逼的 没想到 你还会有这样的经历啊 行了 放那儿吧 我来刷 不用了 我来吧 放我下来 把他试试坐在这儿 东西我来写 你也要再订了 那你说这些人 你这不就像我 我做什么 你这些人 我还是弄什么 你这些人 我现在就能 filler 我 Create 行啊 以后但凡你想了解我了 我都知无不应 我觉得我对你了解有点少 你看你还说会干家务活呢 你一直都弄湿了 来 把这个也带上 来 好了吗 好了 那我去收拾别人家吧 So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那就用爱来交换 那就用爱来交换 姐 这好好的手机 你怎么扔了 谁惹你生气了 你怎么来了 我买了点东西来看看你 这以前都是我照顾你 现在 凡尔程你来看我了 姐 你看你也出月子了 该运动一下了 都有小肚子了 你说得是 我是该运动运动了 下一季的广告还没拍呢 不然这样的话 怎么见人呢 那 那咱们明天去体育馆 运动一下怎么样 那儿不像健身房熟人多 而且环境也要好一些 也好 那就明天去运动运动 给 谢谢啊 心情不错啊 你这又是散步又是赔玩的 你们夫妻两个人的虐狗指数有点高了 我得躲你远点 舍得被捂伤 你 有意见 玩得开心点 完事我来接你吧 拜拜 喂 小致 我到了 行 咱们更一室见 怎么才来 赶紧换衣服 我在心理室等你 知道了 不舒服 是不是变了 没有 昨天晚上可能没休息好 我也没休息好 那 我 我先去换衣服 我先去换衣服 我先去 霍师 你约了姜村 你怎么跟我说一声啊 你什么意思啊你 姐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觉得 姜村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应该多了解一下 给彼此一个机会 而且我相信 姜村一定是个好爸爸的 还有 之前克里斯不是姜村的情人 我已经正式过了 不是 那你也得跟我说一声 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衣服就在你的柜子里 要是在你的包里 姐 你可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你别想太多 想想孩子 你难道不希望他早日康复吗 姐 姜村应该负起 当爸爸的责任啊 就这样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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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来看你了 今天乖不乖啊 不行 你怎么办 既然来了就不能这么走 根据我们的会诊 这孩子得的是 最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唯一可能的治疗途径就是 心脏移植手术 否则我很难保证 孩子能活过十岁 但要考虑到 孩子的年龄实在太小 所以 只能等孩子长到一定年龄 能够接受手术风险的时候 再进行 那要大概到几岁 才可以进行手术啊 目前国际上 最小的心脏移植 患者是五岁 国内是八岁 但首要条件是 得能找到合适的心脏供体 但这一点就很难 所以我的建议是 在孩子有条件手术之前 找专业的医护人员陪护 还要一直使用药物来维持 但是这样 医药费和治疗费 都高得进入 没关系 只要对孩子有好处 这些钱我们都花得起 不太急 傻子吧 这剑哪有这么灰的呀 你以为你是在切西瓜 闷不闷 来 我给你摘了 不鼓气 慢点 来 来 来 你看 出汗了 只顾顾盯着我干嘛呀 不认识了 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平时就一说话没完 今天没生了 江村 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温柔了 怎么了 怎么哭了 不舒服 太重了吧 来 我帮你拿 怎么了 不是又帮你拿个东西吗 你至于这么惊讶吗 你也做了很多 让我惊讶的事 你做什么事 比如宋彩彩说 你去做义工 还说你会画画 你什么时候就会画画的 回头教我啊 你 你知道了 车来了 走 你看 怎么了这是 扭到了 扭着了 这儿吗 疼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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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崴着脚了 快 给他拿不了 把门打开 没事 夹着吧 好 行了 别走 我自己能走 别动 摔下去 摔得就不止是脚了 别动 别动啊 别动 一会儿就好了 忍一忍 从现在开始 你不许再到处乱跑啊 知道吗 幸亏只是扭道脚 万一伤到骨头人呆 那你就麻烦了 听见没有 大家好 江总好 坐吧坐吧 爸不是说赵凯紧级董事会吗 人啊 然后 咱们去 找一个 还要就是 我们一起公表 你有一条 事宁已有 我们自己的具体 原来是有上帮宝剑啊 不过话说在前东 如果这次的结果 还跟上次一样 那就远不得我了 你放心 我有信心 来 进来 你好 你好 陈先生 请坐 陈先生 你还真的是够知诚 开始吧 大家请看大屏幕 这个就是我们的设计方案 现在全球 全世界 都倡导节能环保 而我们的想法就是 在建筑的全周期内 最大限度的节约资源 节能 节材 减排 在建筑设计 建造和建筑材料的选择中 均考虑处理的 然后把人家装 就走开一趟 就走开一趟 我去哪儿 那儿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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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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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后啊 先生就回公司了 早上陪你玩那个基建呢 好像耽误了不少事 公司啊 来了好几个电话催他呢 先生现在可真是不一样了 我都不敢认了 可不是嘛 别说你了 不连我都不敢认了 对 我跟你说呀 我发现先生 买了个戒指送给你 戒指 啊 我在收拾他的房间的时候啊 在他抽筒里发现的 好大的一个蓝宝石戒指呢 先生啊 肯定是想给你个惊喜 是你啊 之前把以前的事情 都给忘了 先生呢 也好找个台阶下来 我看 你们两个啊 全现在赶紧要个孩子 你说是吧 现在离开家 没有死不多远 想要喝什么吗 我让他们给你弄 我就不喝了 领导还等着我回去 汇报报结果呢 我知道 那天我喝醉了 是你送我回的家 谢谢你啊 你们家伯母嘴够快的呀 不用谢我 应该是我谢谢你 又给我争取了一次机会 你倒是不用谢我 我是跟我哥赌气 这次你的设计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还是不会用 所以行不行 还是要看你自己 不管怎么说 都要谢谢你 对了 我那天喝多了 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吧 哦 没有 绝对没有 你就喝多了 把我抽马一顿 我就送你回家了 就这些 那就好 陈林生 我一向不是死缠烂打的人 你对我没有意思 我也不会赖着你 所以你没有必要躲着我 哦 那我先走了 陈先生 吗 3 2 5 4 3 想请你去她的办公室 有事跟你聊聊 好 走吧 这边 钱呢 这两天我跑了好多家中介 这现在身上不好 现在卖 卖不出钱来 医院里可是住的是你儿子 他们二十四小时在医院里 每分每秒 呼吸的空气都是要钱的 你能等儿子不能等 直等 那 你 你看咱们要不要再等等 等有合适的价钱 咱们再卖 不必了 如果不带钱的话 我们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 还有 孩子是我情愫一个人的 跟你没有关系 你看你 别我说这话 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滚 滚开 你 姐 你的脚怎么了 没事 刚才在体育馆 不小心扭了一下 对不起啊 都怪我不好 跟你提前说一声 姐 不怪你 我知道你是想帮我挽救婚姻 可是说到底 我还是要说你 你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声 瞒着我去福利院教画画呢 你怎么知道的 江村告诉我的 肯定是被他发现了 你怎么不小心一点呢 你也不为我想想 等我回姜家 他让我画画 我画不出来怎么办 姐 你打算回姜家了 我早晚是要回去的呀 不过这次你得听我的 等我安排好了 自然会回去的 姐 都是我不好 不过我也想过了 就算江村知道了也不怕呀 你到时候就说 你记忆突然恢复了 却怎么也画不出来了 然后在上网上 做个心理依据 肯定能昏融过去的 就你鬼注意多 你鬼注意多 立住外面没有 表示清楚他的材质 好 陈先生 我们看完健身 如果你能够早一点 拿出这种 最准的设计口 我们就不用浪费 那么多时间了 可是那一拳 还是要挨的对吧 当然 我跟博尔 真的只是朋友 没错 他说他喜欢我 可我也说了 我不喜欢他呀 总不能 这也是我的错吧 先不要把自己想得 这么优秀 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 我不知道在他的眼里 你哪儿好 坦白讲 虽然我这次 认同了你的设计 但并不代表 我认同了你的人品 明白吗 这个您放心 我和博尔 现在只是工作关系 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那最好 好了 我们会认真地回去研究 如果有了新的消息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再见 嗯 陈先生 还有一句话 我要送给你 作为一个男人 如果今后出现了问题 我希望你能不自己解决 你能不能再联系